有些东西呢扔了可惜 留着又觉得占地方 该怎么办呢 来看上海街头这个交换商店 他们如何做 小时候的玩具钢琴 老阿嬷的堂瓷脸盆 甚至咖啡壶小家店 这里跟二手杂货铺没两样 想要什么吗 可以不用掏钱 不管是别人送的 自己买的 只要你不想要了 都可以到这里来换一换 老板请帮我顾个价 这手机壳差不多可以换 十块钱的东西 这是上海地家交换商店 家中的闲置物品 经过店长估价后 可换等值商品 要是价格太高换不到 也能用现金补差价 现金购买的人偏多一点 可能60%的比例 平均来讲的话 大概会有十个人左右 物件的可能是 可能50到100多这样 要看这个东西 我是不是很多了 那我会给到它的价格 它就要看它能不能接受 不过像衣服鞋子 有尺寸限制 不收精品难辨真假 也不要 我想换类似这样啊 这样啊 就是那种 花瓶 就旧一点的家里的摆设 我不是很care 我拿过来的东西 到底会有多少钱 但是我觉得这样换 会让你觉得会更加值得一点 说穿了 这家店做的是五本生意 去年12月开业 如今每月现金收入就有近一万人民币 看来救务回收还只是一门好生意 终于新闻 李宗芳林信线上海采访报导 已是一类人的 李宗芳林信线上海采访报导 王 李宗芳林信线上海采访报导